第262集 你会变吗 龙江区分局的拘留所在分局隔壁大院里 杜曼雪只顾着看公安局大门口 等到他回过神来 才发现莫小渝和龙又轩从隔壁大院里出来了 杜曼雪站起来想要出去叫莫小渝 但是当他意识到龙又轩在他身边时 愣是停住了脚步 然后看到龙又轩去院子里取车 而莫小渝在大门口等着 或许是人的第六感觉很灵敏 而莫小渝此时的第六感尤其强烈 当他站在门口掏出手机 想要看看有谁给自己打电话时 愕然抬头看向了对面的咖啡馆 显然是看到了杜曼雪的车 继而想象得到杜曼雪肯定就在对面的咖啡馆里 那个位置自己和杨曼霓谈判时也在那里坐过 但是啊此时龙又轩的车开了出来 看到莫小渝在冷冷的发愣的说道 愣什么呀上车啊送你回去 师姐啊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我得先去博物馆看看老师 我回来我还没见过他呢 对了我给你买的礼物过几天 我去学校给你带过去 莫小渝趴在龙又轩的车窗上说道 嗯好吧 你最好先找个地方洗一洗 什么味啊 龙又轩一边说一边在车里啊 向右边侧着身子 好像他现在才感到 莫小渝身上的味道的确是不好闻 所以呢对于莫小渝自己走 也没有强求 心里还庆幸 刚刚多亏梅根这小的拥抱 否则也得回家洗澡换衣服了 嗨 师姐 你不想想 我待那地儿 十多瓶的面积 睡了十多个人 能没味道吗 放屁磨牙扣脚牙 停停停停停 莫小渝你真是够恶心的 我走了 对还有一些事 算了现在不说了 你到学校来找我时再说吧 龙又轩皱眉启动汽车 离开了 一直到龙又轩的车 消失在车流里 莫小渝才向对面的咖啡馆走去 但是也没进屋 而是等在杜曼雪的车旁 片刻间 杜曼雪在屋里遥控打开了车门 莫小渝钻了进去 而杜曼雪也随即出来进了车里 启动汽车 离开了这里 从始至终 公安局的二楼办公室里 杨彦妮都看着这一幕 看着莫小渝离去的背影 她恨得是银牙咬碎 看来这次是把杜曼雪 彻底得罪了 几十年的友情 毁在了这个小混蛋的手里 没事吧 没事 害你担心了 莫小渝看着脸色 憔悴的杜曼雪说道 唉 以后这样的事啊 要讲究策略 为什么非得做得这么明显呢 你是想让梅云云还你的情吗 这事呢完全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在干 但是你偏偏在人家的店里干这事 要是人家不领你的情 怎么办呢 杜曼雪问道 唉 想这么多干嘛呀 做事问心无愧就行了 唉 是你找的龙又轩啊 莫小渝问道 不是 可能是梅云云给她打的电话吧 梅云云先是给我打了电话 我立刻就去找了杨彦妮 哪知道这个家伙居然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硬 居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别说我的身份了 连多年的朋友也没得做了 杜曼雪说道 哼 我猜想他这次是想把我弄死在里面 只是他还没想好怎么办 所以让我逃了一劫 莫小渝咬着牙说道 弄死你 你和他有什么过节啊 需要他这么做 难道还是因为他老公绑架你的事 杜曼雪问道 不全是吧 我总觉得这里面很复杂 当然我也猜到一点 但是没有证据 杨彦妮背后肯定有人 这个女人不那么简单 莫小渝说道 莫小渝本想告诉杜曼雪 杨彦妮和穆英泽的事 但是到了最后呢 他还是没说 这事啊太过龌龊了 而且他也不想让杜曼雪 知道自己这么阴险 是啊 我也觉得杨彦妮现在和以前 大不一样了 但是说不好是哪里不一样 只是感觉不对劲 他的确是变了很多啊 杜曼雪说道 所以呢 人心是会变的 你还是小心点他吧 哦 人心是会变的 那你呢 你会变吗 杜曼雪将车稳稳地停在了车库里 看着莫小渝问道 莫小渝伸手将杜曼雪的安全带解开 身体侧歪 当他的嘴吻上杜曼雪时 杜曼雪的座椅向后躺去 但是因为是在车里 而车实在是太小了点 为时有点活动不开啊 莫小渝起身下了车 将杜曼雪也拉下了车 然后拉着杜曼雪下了地下室 打开地下室的灯 地道里还没有完全收拾好 他拉着杜曼雪一脚浅一脚深的 走进了自己的别墅 你干什么 这里没人了吗 杜曼雪小声问道 声音都带着颤音 他以前从来没想过会这么干 通过一条地下道 到别人家里去偷情 他虽然是死了三个男人 但是除了那三个男人之外 杜曼雪从未对家庭不忠 其实他是个很保守的人 和莫小渝的开始 也是在他最后一个老公 爬了烟囱之后的事了 可能走了吧 他说最近有事 我本想取钱给他呢 不知道还在不在 莫小渝低声说道 金大哥 你在吗 莫小渝从出地道就开始叫唤了 但是一直到了别墅二楼 看到金刚头在这里的东西都收拾走了 还给莫小渝留了个字条 说时间很紧 来不及等莫小渝回来了 先走了 你看 走了 这里没人了 莫小渝瑟瑟瑟地看向杜曼雪说道 你想干什么呀 坏蛋 杜曼雪明明知道这家伙想干什么 但是依然是那种神态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多担心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 多曼雪被莫小渝撩拨的已经是意乱情迷 我知道 所以我一出来第一个就找你 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不管我 你肯定都要急死了 所以你以后不许这么干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不要抛弃我 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真的离不开你了 离了你我肯定会死的 到哪里了 老师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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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都不是 比赛 不快 感谢观看